起建福分教育处一起来探讨 希望学校就近在地的这些学校的人员 能够协助来帮忙维持跟讨论 这个营养午餐平日的一个品质 出席学校午餐食安临阵平台教育训练 市长谢国良支持强调 学校营养午餐食材 学校师长和学校共同把关 鼓励国小包括校长跟学校同仁 也都在这一段时间能够去尽量协助 去把关这些营养午餐的一个品质 跟送来学校跟制作的这个过程 过去我们好像都是要用突击检查的方法 去跑到一个我们平常不会来的学校 殊不知其实学校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每天就在楼上楼下的角度去看 这些营养午餐的一个制作跟 或送到的一个流程检视 所以我们最近跟体健科跟教育处 以及在跟政风处都有在讨论 我们会提出一个新的办法 我们会用实际的方法鼓励 并且检讨国小以及公立幼稚园 在这个营养午餐在校的人员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 山府邀请120位负责学校营养午餐食安人员 食安机查和采购人员参加研习课程 还邀请集中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黄佳妮 试料站进行研讨 提供务实的经验和法律见解 已经有推动了自治条例 我们也有加强法则 我们也会加强抽检 但是就像我讲的 我们随时都在讨论 如何把营养午餐的品质 跟在整个监督的机制 全部的透明化 山府强调 学校午餐食安廉政平台已经启动 未来会加强抽查 并由政风人员适当地介入行政机查 如果发现不法弊端情势 将交由司法机关追究责任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道